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26日 大家好 霍聖地 因為我們跳了一天 其實我們 久違了24小時的節目 為甚麼呢 其實24小時已經很久了 我看到有一位 義士 一位外國友人 為我們香港 拋頭顱 灑熱血 絕食24小時 所以原來24小時是很長時間 我們竟然24小時沒有行上節目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長時間 我們絕節目 絕播 絕播 繼續復播 所以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些大家很關心的議題 不過其實這個議題大家不關心的 就是肥佬禮 也不是不關心的 只是關心不了 只是有心無力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最近節目的收視升了一點 但是有兩個話題是收得很差的 一個就是區議員被DQ 沒有人理 另一個就是肥佬禮 這也反映了我們的看法 區議員不重要 區議員進去議會是為了突顯政制的荒謬 所以區議員被DQ是沒有人理會的 可以這麼說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肥佬禮 畢竟是70多歲人 被人這樣誣告 說回東方日報的新聞 我覺得東方日報是十分無良的 你老闆 直接是販毒啦 你老闆直接是 潛逃啦 你也不說他在平安夜吃大餐 你也不說肥佬禮 平安夜吃大餐 官司前身的壹傳媒黎智英 被控欺詐後再加控 違反港決國安法 終極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在23日 警獲准保釋 令外界感到匪夷所思 當然東方日報很失望 然後 東方日報就做夠了 因為他們有狗仔隊24小時在跟蹤黎智英 說黎智英被禁捉在家裡 似乎準備犯罪 吃飯聚會 現時疫情嚴峻 病毒急速傳播 黎智英 說房屋內有大量的人聚集 接近三小時 懶你播毒風險 黎智英說過去在他家 經常密會一些不同的民主派人士 而今次 而今年8月亦曾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獲准保釋後查 曾兩度與民主派人士在加密會 黎智英作日獲准保釋回家 但被禁止外出及對外公開發言 今晚正值平安夜 今晚正值平安夜的下午3時25分 看到有人將一大袋海鮮送到黎智英 何文田御所 與此同時有貨車運來12張椅 下午3時40分 亦有人將一個落浦袍架送到其御所 似乎 黎智英是將大牌 但未知是與家人聚餐 或是與再密會民主派人士 你有救濟嘴嗎 怎麼也不知道 這也就是矛盾 然後另一篇報導就已經報導了 密會民主派寬度聖誕 有李柱銘夫婦 林卓廷 有李永達 何俊仁 另一篇已經解答了他的問題 另外一個報導也不一樣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這個是24日的 這個比較舊的 直至5時40分左右 前後共有三輛車載有8人 抵達黎智英語所 當中包括黎的妻子李允琴的外家朋友 包括其包妹李傑琴 各人軍手拿紙袋 而似乎帶同禮物到場 近晚上7時多輛私家車陸續到場 現場越來越多人 目前致死有20人參加遺餐 其中民主黨前主席楊心及其妻子 黎 黎 黎妻包子李偉琴也到場 因為楊心及肥佬黎是 是傾兄弟來的 他們的就娶了兩姐妹 參與犯罪的人士在黎宅 逗留3小時 在晚上10點35分陸續離開 21人分別吃6輛私家車離開 這個 人家在吃飯 人家在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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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家團聚也不行嗎 人家在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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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回這次律政司 先說回一個分析 這個其實不太重要 說太長了 說五分鐘 說回律政司 提出了上宿 說回一個案件 現在就是緊急排一期 應該最update的時間 就是排了下個星期四 31日開庭 在終審庭處理 律政司 的上訴要求 覆核這個擔保申請的問題 我看另一個 不夠update 應該是排了29日 蘋果報的 是24日報的 我早兩天也看到 根據最新的 新聞報導 十幾小時前 全部都報31日 沒錯 到底是怎樣 也要再檢查 因為早兩天看 是蘋果報的 是29日 後來我看到 另外的報紙就說大除夕 那天就開庭 可能時間改了 當時我們作出的分析 一定是上面 他們不懂法律的 一定是很生氣的 為甚麼可以給肥佬禮擔保 你看到左派的人 全部出來攻擊 包括梁振英 梁振英是狂肥的法官 怎麼可以給他保釋 這個國安法的法官是你們選的 這個是特委法官來的 特別委任的 國安法法官有列子 委任出來的 是呀 現在選錯人 你們覺得選錯人還是怎樣 這宗我們聽回來的消息 也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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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明哪個 不過說得很高層的人士 十分之震老 甚至乎是 明言 這次香港 負責人是要負上政治責任 如果負責人 看這宗案件的負責人 就應該是鄭若驊 在法律層面就應該是她的 所以這個林鄭就反而可能可以置身事外 因為法律也要找一個專門管法律的人去做的 但是林鄭也不會置身事外的 她委任法官的名單 國安法法官的名單 特首批出來的 現在可能最終就是鄭若驊要負全責 他要負一半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他也要負全責 還是兩個人要負全責呢 他也要負全責 我看不到為甚麼不用負 因為 因為其實 委任法官你跳過了 國安法的名單是你跳過了 即是正常的程序 司法機構自己委任 這樣我們要如實反映給北京 兩個人都要負全責 因為我怕她上面誤會了 以為林鄭不用負全責 這個我們要糾正上面的看法 既然兩個人都要負全責 這次上面的震怒程度 是在哪裏呢 因為 國安法 上面已經是幫你 搞定所有事情 人大通過了 還冒著 14個副委員長已經被人制裁 國安法官員也被人制裁 港澳辦 中聯辦 全部都落獲 你竟然告訴我 你搞不定法官 竟然告訴我 你選了一個法官是會放肥佬禮的 是不是信錯了你們 這次是不是信錯了這兩個女人 其實很明顯是 我們也要 北京反映這個問題 就是 你們信錯人 尤其是 如果他們 有些人質在你手上 我認為應該折磨一下人質 為了懲罰這兩個女人 鄭若驊 大家記不記得 上一次他逃亡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他不想走 我們也收到一些小途消息 你說他不想走回香港 你整句都說得好像是他不想走回英國 他不想回香港 當時清病在那裏 還透過律政署 放風說他的手已經沒辦法運作九個月 所以 就不回來了 就不回來了 那麼現在呢 當時我們其實 已經知道 可能他的兒子被人綁上了 做人質的 你不跟我們走的話 你的兒子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當時 他 很明顯是被這個駐英大使劉曉明 夾著 送了他回大陸 在北京 因為你正常來說 倫敦 跟香港是直航機的嘛 你不用先回北京 跟著先回下來的嘛 這個已經很倒楣了 那麼這次 是不是上面 要做一些事情 去懲罰一下他這個鄭若驊呢 這次他選錯國安選錯人 國安公署 選錯法官 你猜有沒有什麼 你猜接下來的那個中審庭 是不是會 重複到上面的意思呢 很難猜的 我真的不想猜的 我其實覺得中審庭不是那麼聽話的 上次雖然這個蒙面法制裁定了 違憲 跟著就上訴得席律政司 即是說沒有違憲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什麼都聽了 上面說呢 很難猜的 要看回31日才知道 甚至乎他有時是特意跟輿論相反的 所以我有時就懶得猜了 我也覺得他有時是特意跟輿論相反的 你斷定他會幫北京的時候 你以為他會幫你們 守護公義的時候他又不守 所以我不會猜的 這個預測是沒有意思的 結果還沒有出現 那個人可以改變想法 所以做這些預測是沒有意思的 因應方間的看法 其實 北京是不是沒有符呢 如果接下來中審法院就說 裁定律政司上訴失敗 應該不是 應該還有辦法的 理論上有辦法的 如果中審庭就是終極的 就不用那麼煩了 就因為不是嘛 還有很多問題 從哪次開始 已經不關 基本法裏面 明明有說得很清楚哪些東西 是可以釋法 哪些東西是不可以釋法的 現在他們已經是有理沒有理都可以釋上去 什麼都可以釋法了 他們已經當作不存在了 條文要求哪些事項可以釋法 因為他是有最終解釋權 當你有擁有最終解釋權的時候 隨時會改聖經 首先他可以把那件本來不關 的條文強行說到 變成了跟基本法有關 然後就要你釋法 然後再拿上去的最終解釋權 換句話說 就是什麼都可以 即是他有本可以給他任意改的聖經 隨時可以改的 耶穌隨時可以變成兩個 三個 這次 其實如果你認真去分析是不樂觀的 因為上面的那種反應其實是很大的 對於這次的肥也可以保釋 那種反應 其實你見坊間那些左媒 是開始攻擊法官的 這個世道信不過了 你看法官怎麼做事 這個可以預測到 當初你告到國安法不讓他保釋 也預計了 根本就不會讓他保釋 不知為甚麼就去了李雲騰法官 當然那些條件已經很苛刻了 苛刻度等於軟禁 現在他們也不接受 北京的做法 外交部的做法一直都是 很強硬的 其實你看到北京的取態一直都很強硬 沒有理由這個事項上會放軟手腳 所以你也看不到有甚麼理由他會放軟 現在香港的法院 就是 很難去估計他們的行為 其實只能夠這麼說 有沒有法官是會講公義呢 可能是有的 但是其實遲早 北京就會插手 現在已經插手 努力把那些會講公義的法官全部換走 就會換回了會講黨性的 所以 他現在才故意跳過《基本法》 搞了一個 國安法特別的法官名單出來而已 就是 想著自己選擇的那些就很穩固 其實是 現在看到可能還沒有控制到 原來也不穩固 自己選擇也會選錯 現在他們上面又怪罪了林鄭 到時看看會不會是上面 只會變差 只會變差 一定是向壞那邊走 基本上現在沒有任何反制力量 沒有反制力量 本來反制力量在美國 你看現在美國那個 自己也搞不定了 所以暫時也不會有甚麼反制 我們也要看看 等31日的結果我們再作評論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